本周旅逊关键词订单急增 近日协程表示平台夏季全球旅游预订量 按年急增1.7倍 已经超过2019年疫情前水平 协程指出受亚太区放宽旅游限制带动 今年夏季亚洲的预订量按年急升近3.6倍 欧洲市场也按年上升72% 数据显示短途航班预订量分别占 亚洲和欧洲总预订量的44%和67% 欧洲长途暑假旅行的比例 由2019年的48%及跌至今年的13% 亚洲则由2019年的22%略升至27% 随着航班及酒店服务容量持续增加 全球业界已为迎接国际旅客回归做好准备 相信长途旅游有望在过久的将来快速复苏 另外全球旅游分析公司表示 全球拆旅需求的复苏速度将在7月份超过休闲旅游 截至5月30日的数据显示 7月份的拆旅机票一定量 相比2019年同期低了14% 而休闲旅行降度为16% 9月份的拆旅机票一定量相比2019年同期 仅下降1% 而休闲旅游差距为8% 而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拆旅需求的付出速度将超过休闲旅游 英国西斯罗机场表示 5月份有673万名旅客经过该枢纽 这是西斯罗机场自疫情以来最繁忙的一个月 西斯罗机场客量已经接近疫情前水平